再来关心的就是乌俄战士持续的爆发当中 俄罗斯的军队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逼得乌军使用了爱国者防空系统 首次击落了俄国的匕首吉英素飞弹 但是俄军也不甘示弱 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打下了两枚乌克兰的飞弹 而就在双方激烈交战之际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却面临弹药短缺的窘境 因此创办人普里格金 他高喊说要撤出乌东城市巴赫姆特 榴弹炮发射 乌克兰士兵轰向试图推进巴赫姆特的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也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 首次击落俄罗斯匕首吉英素飞弹 然而俄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打下两枚乌克兰飞弹 就在双方一来一往激烈交战的时刻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却有了惊人之举 瓦格纳声称要撤离进攻艰难战势血腥的巴赫姆特 因为瓦格纳面临弹药荒 所以大呛俄罗斯政府若再不给武器救走人 并且要求莫斯科允许将巴赫姆特的阵地移交给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 乌克兰军方认为瓦格纳其他战线的士兵 正在向巴赫姆特增援中怀疑俄军想在5月9日 也就是俄国在二战击败纳粹德国的胜利纪念日前夕 拿下这座城市 而俄罗斯国防部长在视察时已指示 要确保所有部队拿到所需的武器 究竟瓦格纳撤离巴赫姆特是虚晃一招 还是真的心灰意冷 俄国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刻 内部各派系早已硝烟弥漫 欢迎新闻联博针送报导 还要带您观察俄罗斯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金 5号公布一段最新的影片 稍后您会看到我们也经过特别的处理 因为他站在一堆士兵的遗体当中 不断的标骂脏话 痛批战场缺乏弹药 要导致这些战士伤亡严重 普利格金甚至放话 10号就要带整个军队撤离乌东城市巴赫姆特 一军又一具遗体就躺在俄罗斯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金周遭 这些男人像瓦克尼尔 他们今天死亡 还有血液 牺牲如此惨烈 让普利格金气到狂飙脏话 那现在听起来 这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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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格金痛骂 这全是因为弹药不足 他甚至罕见批评俄国防长 萧伊古 我们有几百战备 70% 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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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和他的个人恩怨 故意不提供瓦格纳弹药 普利格金身资料狠话 表示瓦格纳要在5月10号 撤出巴赫姆特 要扶持 无缠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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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也不会 瓦格纳声称 将会把阵地移交给俄军 然后撤回后方营地 重整旗鼓 但这话究竟是 是真是假 人不清楚 不断传来恐怖的爆炸声响 乌军则是公布影片 显示在巴赫姆特的激烈战斗 远方的天空 还窜出黑烟 镜头回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春暖花开 许多民众来到花园 欣赏粉嫩的樱花盛开 在反坦克障碍物 以及蛇龙的围绕之下 迎接春天到来 也期盼能够迎接 和平的到来 换句话您做不到 乌克兰总统 多排军绿服装 与荷兰领袖握手致意 乌克兰总统 斯基四日访问荷兰 造访位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并会见荷兰总理旅特 对于俄罗斯发动战争 入侵乌克兰 泽伦斯基在这个象征着 和平与正义的城市 发表演说 呼吁各国应该要设立一个 独立出来的战争罪法庭 让侵略者接受审判 更要将俄国总统普丁绳之以法 我们全都想看到 这些独立的战争罪法庭 在河洛庭 这些独立的犯罪法庭 在这些独立的犯罪法庭 在这些独立的犯罪法庭 斯基这趟行程 还拜访了荷兰国会 以及当地一座军事基地 希望能为乌克兰 争取更多支持 而在与荷兰和比利时总理 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 荷兰和比利时领袖 也异口同声 表示将声援乌克兰到底 不过就在泽伦斯基 动身访问荷兰前一天 乌尔两国才在为 无人机攻击事件争论不休 客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更指控美国 就是这场普丁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 白宫马上反批 这样的说法简直荒谬可笑 我可以告诉你 是 美国并没有任何事 无人机攻击事件 无人机攻击事件爆发后 俄军连夜轰炸乌克兰各大城市 首都基辅也传出爆炸声响 乌军还公布一张俄国无人机残骸的照片 上方用俄文写着为了莫斯科 暴富意味浓厚 乌克兰官方表示 四日晚间 拦截了至少18架俄军无人机 也有镜头直接捕捉到一架无人机被击落的画面 另一方面 俄罗斯南部边疆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岛 也都传出无人机攻击事件 导致炼油厂起火等意外 乌俄双方这几天互相交火越演越烈 达成和平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韩语新闻黄于军综合报导 综合国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 2022年将会有2.85亿的人 因为国内外冲突 还有经济冲击和气候灾难等因素 即需要粮食的援助 这个数字比起前一年的1.93亿人 是大幅增加了 与全球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黑海谷物协议 近日则是有乐观的进展 而来看到是土耳其乌克兰 以及俄罗斯三国代表 将会在5月5号在伊斯坦堡举行会议 接下来讨论的是延长黑海谷物的协议 全球粮食危机持续紧张 联合国报告指出 2022年有约2.58亿人 急需粮食援助 相较于前一年增加了6500多万人 其中有超过40%的民众 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伊索比亚 阿富汗 奈及利亚和叶门 背后原因脱离不了区域冲突 像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冲击全球粮食供给 好在攸关欧洲粮食进出口稳定的 黑海谷物协议 现在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的国防部副部长 要在伊斯坦报举行会议 讨论延长黑海谷物协议 爱卡认为这项协议 协议和平至关重要 俄罗斯方面对于参与 讨讨论延长谷物协议 也抱持正面的态度 表示会持续参与对话 当然也不会让俄国本身的利益受损 不过沙卡洛瓦随后要呼吁 全面实施黑海谷物协议 才能避免谷物协议最终瓦解 也表示俄国会审视倡议的执行 黑海谷物倡议当初是由 联合国籍土耳其从中斡旋 让乌克兰的谷物能顺利从黑海港口出口 俄罗斯近期曾威胁不再延长协议 除非西方国家撤销对俄国食品 及肥料的制裁 不过从俄国现在的态度来看 似乎还有谈判的空间 环宇新闻张元俊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